土木舒克市是新疆棉花开播最早的区域之一 今年当地全面推广在棉花地里套种孜然 让原本只有一份收入的地变成了两份收入 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说到棉花呢大家都不会觉得很陌生 那说到孜然呢吃过新疆烤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孜然绝对算得上是新疆烤肉的灵魂香料 那这两种作物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 这片位于土木舒克市董口镇的棉田呢 大约有200多亩地 整个连片的面积是1000多亩地 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有几台大型的机械在来回的绷芒 那他们种的不仅仅是棉花 这么一趟过去呢 连棉花带自然就全部播种到了地里 那为了这种套种技术 实际上这个棉花的播种机呢 是经过了改装 它加装了几道可以播种自然的装备 这样呢就可以实现一模十行的种植模式 它呢同步可以播种和覆盖六行棉花 四行自然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种子 这个呢就是棉花的种子 之所以呈现这样好看的紫色 是因为它经过了包衣的处理 那这样呢可以防止病虫害 还可以促进棉苗的生长 那这个种子呢就是自然的种子 自然的种子比较小 那它具体种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种植的情况 像这个已经复土的这块呢 是已经下种的棉花 那这两道棉花中间呢 它的距离比较宽 那正好种了两行自然 其实中间的这个位置呢 原本就是给棉花生长预留的位置 即使不种自然 这块地也得空着 所以现在把这块地 有效的利用起来了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 去年夏天拍到的这个画面 来看一下 这个自然呢 它的个头比较矮 生长周期短 每年到了六月中旬 自然就可以收获了 那它收获以后呢 等于说把这个生长的空间 又还给了棉花 两种作物的生长 可以互相不影响 而且在铺设地灌带的时候呢 也是同时铺设两道地灌带 这样在用水用肥的时候 棉花和自然也是互相不影响 那通过这样的种植模式呢 整个这个自然会被 种在这个地模下 这样不仅能够防冻保伤 还可以让它的种植期 提前十天左右 实现与棉花同步播种 刚才我们跟这个棉田的主人呢 聊了一会儿 他给我算了一笔账 说这片地 如果往年只种棉花的话 它的收入 每亩地可以达到 两千零五十块钱左右 那现在在 整个棉花的 数量和产量 不变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 每亩地 大约有五十公斤 自然的产量 每亩地可以增收 一千多块钱 所以今年对于这种 套中的模式 大家的积极性 也非常的高 当然除了自然之外呢 这套机具还可以来套种回乡等一些其他的作物 那说到这儿呢 还有一个细节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棉花种植过程当中的精量播种 那大家都知道新疆的棉花 从种植到收获 基本上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像这种播种机呢 因为应用了北斗导航的技术 也实现了无人播种 所以我们在现场呢 可以看到每台播种机的后面 只跟了两个人来实时查看 地罐带和地磨的铺设情况 除此之外呢 不需要更多的人力 但虽然现在人力少了 整个播种过程当中的精准和精量 却更好了 我这儿准备了一个图板 大家来看一下 精准主要体现在棉花之间的 珠具和横具 会严格控制在9厘米和12厘米 那自然的横具和珠具呢 会严格控制在9厘米和10厘米 那它的精量体现在哪呢 就是在下种的时候 每一个雪窝棉花只下种一粒 那多一粒都算浪费 那自然的种子因为比较小 所以每一雪呢 下种八粒 那现在随着这种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和精量化播种机的推广 像这块地 四台机械 同时播种不到一天就可以全部完成 那我们在采访当中呢 也了解到 整个土木树克的棉花种植面积呢 今年是95万多亩 其中套种自然的面积呢 将近20万亩 棉花的种植和收获 基本上全部实现了机械化 这个地方是在红色的棉花